接着我们就来介绍固碳反应的三个阶段 好,第一个阶段是缩化作用固定二氧化碳 什么是缩化作用? 顾名思义,化学有学过 缩是一个氧跟一个酸 有一个缩基COOH 所以就是让某一个化学分子变成具有缩基 变成酸 这个酸是一种三个碳的酸 而固定二氧化碳就是把二氧化碳分子变成一个含缩基的酸 所以二氧化碳被固定了 再次哦,第一阶段缩化作用固定二氧化碳 首先,在酵素的催化之下 会给你一个化学分子 这里,五个碳的糖 五碳糖 全米是酸磷酸合同糖 这是它的英文,这不需要记哦 它的简称这样子 RU RU是合同糖 BI就是酸 二的意思 BY 后面这是磷酸 所以RU BP 双磷酸合同糖 或者叫二磷酸合同糖 或者叫合同糖 双磷酸也可以 二氧化碳在酵素的催化之下 跟这个五碳糖 RUBP 先结合成一个不稳定的六碳化合物 这个在高中不重要 重点是这个不稳定的六碳化物 它马上就会分解成两个分子的三个碳的酸 三碳酸叫做磷酸甘油酸 在这里 三个碳的磷酸甘油酸 所以看这里 这是酸 说化作用就是形成酸 把二氧化碳固定 变成一个三个碳的磷酸甘油酸 那为什么有两分子 一个碳 RUBP五个碳 所以总共有六个碳 而磷酸甘油酸有三个碳 所以二三得六 会有两分子的磷酸甘油酸 我们写笑好了 二氧化碳一个碳 五碳糖五个碳 一个碳加五个碳 等于六个碳 就是 形成一个三碳酸 所以要乘以二 那再补充一下 看到磷酸甘油酸 你就会知道它三个碳了 为什么 你看这个甘油 甘油就是丙三醇 有三个碳 而它产生的缩化反应 所以这里 有一个缩基 然后还有一个碳 接了一个 磷酸根 所以叫磷酸甘油酸 我们这里写笑 五个碳 一个碳 六个碳 产生两分子的磷酸甘油酸 有两分子 这边写个二 好 再来第二阶段叫 还原作用 会产生糖类 刚产生的磷酸甘油酸 它会利用光反应的ATP 跟NADPH 耗冷反应 会转变成磷酸甘油酸 本来有缩基 现在变成全基 这是一种还原反应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示 磷酸甘油酸 还原成磷酸甘油酸 这个中间产物 在高中不重要 我们忽略它 转变成磷酸甘油酸 这个过程需要耗冷 而且是一个还原反应 还原得到电子 叫还原 磷酸甘油酸 得到电子 电子从这边提供的 失去电子 会变成NADP症 所以NADPH 是提供电子 使磷酸甘油酸 产生了还原作用 形成磷酸甘油犬 那ATP就提供能量 这么再补充一下 磷酸甘油酸 简称PGA 而磷酸甘油犬 简称PGAL 我们再回到这里 还原作用 产生磷酸甘油犬之后 这就是一个糖类 所以它是 光合作用里面 产生的第一个糖类 好 接下来 这个PGA-L 就是G3P 这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PGA-L 它会再转变成 葡萄坦